清朝灭亡后那些旧臣去哪呢 清朝灭亡以后啊 那些前朝旧臣啊 他的去向主要有五条道啊 这个第一条道啊 就是进入新政府任职 啊 这类人啊 非常的多啊 很多的这个清朝旧臣啊 几乎就是摇身一变 就进入民国政府供职了啊 比如像什么 段祺瑞啊 袁世凯啊 林元洪 冯国璋 胡维德 赵炳军 沈家本 张勋 张震芳 程德权 熊熙灵等等 可以说啊 清朝旧山当中啊 80%的人走的是这条道 第二条道啊 就是没什么道啊 态度不明朗 啊 这类人啊 游离在前朝和新朝之间 对于清朝的灭亡啊 他们无能为力 但也不再执着于复辟 啊 而对于新建立的民国呢 他们一颇有微词 更不愿意过多参与 最典型的莫过于赵尔逊 哎 侵害革命的时候啊 这个赵尔逊啊 正担任东三省总督啊 他严厉镇压东北地区的革命党活动 但清帝退位 大势所趋 作为赵尔逊呢 他也无力阻挡 所以呢 只得选择黯然离任 去修清史 不过赵尔逊主持编撰的清史啊 也没有修完 而且呢 体力文字都不完备 最后啊 只能以未完结的草稿纯事 被称为清史稿 啊 第三条道呢 就是极力主张复辟 啊 这类人呢 其实也不少 啊 而且他们有一个秘密组织 叫做宗社党 这些企图复辟清朝统治的人 多数都是宗社党成员 或者呢 是与宗社党有密切联系的 这个一些人 啊 代表人物 比如说像 蒲伪 铁梁 扇旗 宰韬 宰泽 升云等等 啊 第四条道呢 那就是 哎 被咔嚓杀掉了 啊 这个毕竟啊 这个辛亥革命 它也算是一场革命嘛 啊 虽然说在世界的各国革命当中啊 辛亥革命啊 并不算太血腥 很多地方呢算是平稳交接 啊 没有太多的暴力 但是呢 啊 对于那些个企图阻挡革命的清朝旧臣 啊 他们的结局啊 也只能是被革命所碾压 啊 这类人呢 也有一些啊 比如说像 松寿 梁碧 端方等等 啊 松寿啊 他在辛亥革命时啊 担任敏浙总督 啊 福建革命军起事 他选择镇压 啊 但兵败 在府邸 吞金自尽 梁碧啊 这个人啊 他是清末啊 比较有作为的少壮派军事人才 啊 辛亥革命前啊 掌清廷禁卫军 辛亥革命爆发后啊 袁世凯复起 他被架空 随即建立了宗社党 反对南北议和 由于梁碧在军中威望甚高啊 此举颇有一呼百应之态势 于是乎啊 在1912年的1月26日 革命党人彭家珍暗藏炸弹 以血肉之躯 炸死了梁碧 还有就是这个端方 端方啊 在1911年被委任为川汉 粤汉铁路督办大臣 赛任期间 他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 激起了所谓的保路运动 成都局势顿时失控 清廷令端方熟理四川总督 并调湖北新军入川平叛 但很快新军滑变 端方呢 也被杀害 第五条道啊 那就是关起门来 不问世事 这类人呢 他们主要就是选择隐居 无论是哪个政治派别 邀请他们出山啊 他们都一概闭门不见 比如说像宰丰 这个义匡 还有宰镇啊 等等 这个宰丰啊 咱先说 他是清帝溥仪的生父 一度啊 任乾清监国摄政王 他是这个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啊 大清的实际掌舵人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啊 袁世凯赴职 宰丰心灰意冷 远离了权力中心 民国建立之后啊 宰丰始终避居京津 闭门不出 不与任何政治派别联络 1951年去世 还有一匡啊 一匡是晚清宗室重臣了啊 清末建立责任内阁之后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就是这个一匡啊 辛亥革命爆发后 袁世凯复出 一匡呢 也远离权力中心了啊 清朝灭亡之后 一匡迁居天津啊 住在今天的这个庆王府啊 1917年去世 最后呢 还有这个宰镇 宰镇呢 是前面说的这个一匡的儿子啊 又叫小庆王啊 他呢 曾任清末的农工商部大臣啊 辛亥革命后啊 躲到了上海 后来呢 回到了这个北京啊 最后呢 迁居天津啊 也是住在这个庆王府啊 1947年去世 都已经过了 又在这个宰镇 里面用攻略了 uta